我們這個書包背重 其實不太會影響升高 這是一個迷思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有規定 就是小朋友的書包 不能超過他體重的百分之十 可是課本真的很多 真的 所以你回去看小朋友的書包 不能超過他體重百分之十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超過我們的體重 就是背著我們的這個書包 超過百分之十的時候 我們的頭 還有我們的頸椎 我們的腰椎 力量 對 這邊還有我們的腳 其實都會變形 因為你要就是 美秀姐剛才說的 我們要往前 因為重嘛 那我們必須要往前 往前其實我們的肺活量會變少 最久而久 這次小朋友 他這個學養的濃度 其實也會變差的 還有一個 我們都很擔心小朋友的身高 對啊 拜一想 阿翔擔不擔心 對 會很擔心 因為小男生確實 如果長不高的話 就是怕他上學好像容易被欺負這樣 是 對不對 你們的女兒比較高 我大小女兒比較高 他在教室也是坐後面的 是 他現在二年級升三年級 也是一百三多了 那老二的話就是 因為在一年級看不出來啦 對 這個時候其實給他補一下 就可以了 補一下啦 對 然後沒關係 我們來問一下楊誠 楊誠老師我想請問你 醫生是不是可以算出說 小朋友他長多高 怎麼樣才可以長得多高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評估小朋友這些成長 其實只要智障曲線圖 還有爸爸媽媽的身高 爸爸媽媽的身高 還有小朋友目前的身高體重 其實就幾乎百分之八十 直到這個小朋友 真的 他長得怎麼樣了 所以呢 其實因為阿翔一百七十公分 對 然後太太一百六十三 是 所以你加了這兩個女兒 就是你的身高 加太太的身高 加起來 減十一 再除以二 減十一除以二 減十一除以二 這個就是你們給他 女兒的這個身高 所以我幫你算過了 你兩個女兒的身高 最好 最基本有一百六十一公分 其實是滿高的 就是跟太太差不多了 對 然後最好呢 我們女生正負六公分 就是他可以一百六十一加六 就一百六十七 甚至到一百六十七 所以可以一百五十五 對 正負啊 真的 就是扣掉六 就一百五十五 對 所以呢我們通常這些小朋友 我們知道他這樣子的遺傳的模式之後呢 我們就希望他長到一百六十一到一百六十七 可是就如同你剛才說的 你的大女兒啊 現在的身高已經是超標的 對啊超標 那還不錯 一百個人排隊 其實他已經前三名 對 然後他的體重呢 其實一百個人排隊 他是五十到七十名 所以呢回去呢 拜託一下 這個老大 就一定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第二性真的發育 因為如果說他有發育 他通常才會提早 長這個身高 因為你們給他的身高是一六一 一百六十一是一百個人排隊 他至少是在五十到七十五名 他不應該這麼前 所以他這麼長這麼快 就擔心他性早熟的問題 那如果性早熟的話 他往後的身高 就一定不會長到一六一到一六七 真的喔 對 這個是你老大的狀況 所以我剛才看到也有點嚇一跳 就生三年級啊 生三年級 所以我們可以請梁老師來看一下 妹的那個女兒的身高 小朋友的狀況就是 因為妹的先生有一百七十九 然後妹一百六十四 所以我們剛才有算過了 我們女生的身高 就是爸爸媽媽的身高加起來 減十一再除以二 所以妹的女兒最基本是有一六六 然後最好是一百七十二 這個還滿高的 會變魔鬥 對 因為她女兒現在身高 但是她最差就是減六公分 所以一百六十 對 所以你的大女兒 我有幫你算過 其實她剛剛好拿到你們給她 最基本的身高 就是一六 最差是一六零嘛 對 最好是一六六 其實她最基本她並沒有拿到 她是拿到最差的 她是拿到最差的 就是一六零嘛 所以她現在是一六二 對 是這個身高 那通常剛才有提到 我們有提到說我們女生 其實如果我們有來了出金 從出金那天開始算起 大概平均大概八公分左右 所以我們的女生其實我們都會要 不是要求 就建議說 在遺常生活裡面注意 然後不要太早來出金 因為來得出金其實 確實會影響到我們的 太早算幾歲算太早 我們大概統計 大概十二點七五歲 會來出金 國小六年級 五六年級吧 但是我們現在的小孩子 大概都三四年級就來出金 對 所以 我大女兒是國小六年級來 因為一來出金 我們的這個荷爾蒙 就會契機我們的生長板 然後提早關閉 所以她的身高就沒辦法再長 然後通常如果我們看到女生 就是第二性徵發育 那通常我們會去看她的 剛才提到的所有這些曲線圖 然後看她是不是圓著 我們的遺傳的這個身高去長 然後再來呢 就是要透過我們的古靈 因為我們的 那性徵的時候會影響我們的古靈 我們的女生的古靈 只能長到十四歲 就結束了 每個人都很公平 那男生的古靈只能長到十六歲 所以如果性徵的時候這件事情 它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古靈的成長 可是話說回來 剛剛也提到我們的男生 其實我們通常看到一個女生來出金 或者是男生已經長所謂的喉結 或者是聲音變出 所以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對 那個時候已經是 青春期的末期 就是說已經來不及 所以我們的男生是比較 比較不能 不容易發現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男生的第二性徵 是看稿丸的大小 所以我們不太會 無言無故去看他 真的不會無言無故去看他 對 所以我通常都會教家長一招 很簡單 我們學校都會去上課讀書 一定有成績單對不對 那我們成績單是不是六個月 就一個學期 那我們就會看這個學期的 身高跟體重 因為你六個月嘛 那你就會回到家 你會去看他這個曲線圖 如果他六個月長不到三到四公分 那表示他有問題 如果他長六個月長六公分 要表示他偷跑了 他就有可能會找熟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簡單 去用這個方式 不用看到 每天去看他的睪丸的大小 對 了解 對 每天看也滿奇怪的 你感覺吧 看一下 來 喂 然後剛剛醫師有提到 骨靈 年齡的靈 骨頭的年齡 骨頭的年齡是什麼 其實我們剛才有提到 我們小朋友其實他要健康成長 是 要的就是我們的骨頭 那你想想看 我就是你的頭多大 我的頭有多大嘛 對不對 我們都是人類沒有差太多 你的脊椎有脊節 我也是有脊節 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樣坐著 你看不出我們兩個的身高 要站起來你才知道說 我原來我比你高一點 那差在哪裡 差在我們的長骨 長骨 對 長骨 大腿骨差 長骨 所以這些骨頭要成長 他必須有他自己骨頭的年齡 如果說你的骨靈 提早關閉 其實你的長骨 就沒辦法長得這麼好 那當然你的身高就會有影響 你看我們的左手 我們都會左手 我們到骨靈 其實我們會看我們的骨頭 跟骨頭之間 都會有一些裂縫 其實這是我們所謂的生長板 那這些生長板 其實它佈滿著很多的軟骨細胞 那如果說我們的營養 各方面都很好 那麼它這些軟骨細胞 才會一層層疊上去 那我們的骨頭才會長大 那當然我們才會長高 所以當我們的這些 所謂的這個生長板 你看我這個是 十二歲的女生 十四歲 你看全部都關閉了 那如果它關閉它 它就不可能再長高了 如果我們去檢查 然後發現了說 生長板已經快要閉合了 我們現在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有兩個極端 其實這個是我們 一定要好好把握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一個性早熟 因為這些小朋友 他一開始這個太早熟了 所以他會提早長在前面 所以你看到他前面 一年長十幾公分 其實你很開心 你會覺得說 我的我爸爸媽媽都那麼高 那我的小朋友一定會很高 不太會在乎他 反而因為他長在前面 所以我們不在乎他 但是真正矮小的是 這一類的小朋友 就是他偷跑了 他前面 就像我們跑那個四百公尺 你前面三百公尺用衝的 你一定跑最後一名 對吧 因為他長在前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小朋友 是這種狀況 然後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很矮小的 是 就是一年小朋友 他長不到四公分的 所以我們剛才有看到 學校的成績單都會 如果家裡有小孩子都會知道 他只要低於四公分 他會發通知單給你們 對不對 那這些小朋友 其實我們一定要追蹤六個月 看他六個月 就是每三個月有沒有長到兩公分 如果三個月長不到兩公分 其實他六個月長不到四公分 那這些小朋友 我們通常都會看一下他的鼓齡 然後看他鼓齡 是不是比他的年齡小兩歲 就是一年長不到四公分 然後鼓齡小兩歲 然後再來我們會去 看他的血液裡面 是不是真的缺乏生長技術 如果有缺乏生長技術 這類的小朋友 他一定要透過生長技術治療 他才有辦法去長高 那通常 這類的生長技術治療的話 平均一年大概也是有 六到八公分 大概平均大概七公分 其實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 其實我在門診 會發現很多的小朋友 小女生都會提早來出經 然後呢 男生其實變胖 然後不長高 所以其實我們家長 一定要非常注意 小朋友這個身高 體重的這個比例的成長 然後趁這段時間 趕快發現 他們有沒有特別成長的問題 那麼我們才能夠提早預防